香港版权及商标调查科科长卓德惠说,这些货物属于一个会员制的销售网络,以正品价格的十分之一出售。 这次行动在数量上创了十年内相似案件的记录,从这个组织查获的涉嫌假冒的货物有三万余件,价值约三百万港币,相当于四十万美金。 在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和香港警方展示了这些假货,包括香奈尔包包、耐克训练鞋、法国鳄鱼的T恤衫、香水以及品牌手表和太阳镜。 卓德惠说,这些商品是在中国广东省的一个工厂区生产的,并且很可能瞄准了香港本地市场,但它不排除有货物以出口的可能。 当问及大陆采取何种方式打击假货的时候,他说, 我没有权利评论内地当局有关打假的行动政策,但我要强调,我们确实与内地当局保持紧密联系,以打击任何走私集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 香港海关表示,他们在七月的行动中逮捕了三个人,一名来自菲律宾,两位来自巴基斯坦,他们已经被保释。 卓德惠说,造假是严重的罪行,任何人销售假冒商标的商品都将面临高达六万五千美金的罚款和五年有期徒刑。